好,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要进行真真真的开始聊天了,对吧? 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一篇文档在这边 也就是说,你接下来要做的操作的话,就是要去担任聊天 担任聊天的话,你就要去发起这个绘画的一个请求 来看一下 so,你看,聊天的话,它的话就要主动的去发起这个绘画,对吧? 发起绘画,我们来看一下 它对应的话,首先要去拿到一个消息的一个,在Chat Manager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个Chat Manager,对吧? 它这个笔记拿过来,就是说,相关的类有哪些类栏 第一个是我们Chat Manager Chat Manager的话,它是可以消息的管理者 消息的管理者可以创建聊天 它创建的是一个什么对象呢? 它创建的是一个Chat对象 Chat的话,就是我们对应的聊天对象 你看,这就是我们聊天对象 Chat里面的话,它就有个方法,它就可以干嘛 这个的功能是创建Chat,也就是创建在那个Chat 它的功能又是啥呢?它就是发送消息 那消息又是啥呢?消息在XMPP里面,它有一个封砖的一个类,叫做一个Message 这个的话就是消息对象 消息对象的话,它可以干嘛?可以在XMPP的一个 一个通道中传输出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你要获得这个Chat Manager的话,你还需要看一下它还需要谁啊?需要这个XMPP的一个 就是它 它的话,你才可以获得消息的管理者 有了消息的管理者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个,你可以获得这个消息的管理者 有了消息的管理者,你才可以创建Chat 创建了聊天对象之后,你才能发送消息 发送的消息,这个就是封砖的Message对象 在XMPP的Connect中进行传输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问题就解决了 那就第一个,需要去获得消息的管理者 第二步,你要去创建聊天对象 第三步,那就是发送消息 就这三大个步骤就可以了,对吧? 好,把这个步骤给它拿过来 对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对吧? 这样的有三个步骤 首先我们要去获取这个消息的管理者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去用到临界对象 我们这个通道的话,是不是存起来的? 是不是我们需要去IMService里面去得到这个临界对象吗? 我登录成功是不是把它保存起来了,对吧? 对应的话,去获得这个消息的管理者 这个聊Chat的一个Manager,对吧? 消息的管理者对应的话,他得到了一个Chat Manager 他有了这个Chat Manager里面的话 他就可以去创建一个聊天对象 他可以去create一个Chat 你看,create一个Chat 他需要一个UALID的GID 还需要一个,这个的话就是一个Message的一个Listener 他对应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参数是一个啥意思 他第一个的话,叫做一个创建一个聊天的时候 相当于你要有一个啥呀? UALID的GID 也就是发送对象 解读唯一标识 就是说我要去创建一个聊天 比如说某一个时刻 我想去,比如说我 这是我自己 我想去找一个人聊天 比如说我想去找一个美女聊天,对吧? 我想去找一个美女聊天 我就要去创建一个Chat 那这个时候,这里的一个GID的话 是不是对应应该是美女的GID啊? 就像我用coco去聊天一样 我要去找一个美女聊天 是不是我在这里应该提供美女的coco好一样? 所以在这里的话,一定要注意 它是发送的 发送 也就是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怎么去形容一点 应该是被发送的吧? 被发送对象的GID 可以一点点吧? 也在这里的话,我们取得例子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女吧,对吧? 好,这里的话是一个消息的监听者 我们先不管它 消息的监听者 好,我们先不管这个消息的监听者 我在这里给它传一个call 好,这里我再传一个call 那这个UnerGID的话 你看,我点进来之后的话 我想和谁聊天 是不是就是我点的这个谁的一个GID 那就是和谁聊天吧?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对应的就是我们存起来的 可以link的一个 而看的 好,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创建出一个chart出来 有了这个chart之后 我就可以去发送消息了 那就去 send 这个message 哎,发送消息 又需要一个message的对象 好,这个时候我去留一个message 是吧 message message 等于留一个message 好,message里面的话 看一下它有很多的一些设置 对吧 你对一个消息的话 你要去设置 诶,消息从哪里来 消息从哪里来 消息从哪里来啊 是不是单情的一个登录的用户吧 单情 登录的用户 这个message 这个message 一个message 一个message 一个单情的 而看的吧 ACC、UNT 好 ACC 好 这个是一个单情的用户,对吧 我还没有把它存起来 你把它存起来 这里去写一下 这就是一个 单情登录用户的jid 好 我存起来的时候的话 我在什么时候存啊 是不是在登录成功的时候啊 那就在这个下面 登录成功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是存到 这里定义的一个并量 对吧 我们要去用它的话 还要去登录成功的时候去存 那就是Login IKTV里面去存 找一下 在这里的话就有一个 好 来看一下 需要保存的临界对象 我还要 这里还要添加一个 保存当前账户 保存当前登录的账户 就是谁去登录的 我要把它给保存起来吧 这样 好 把它保存起来 那就是IMSever 里面的一个 M的一个单情而看的 就等于我谁啊 等于我单情登录的这个而看的 对吧 我单情登录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user user任务吧 就是它 但是我们这个user任务的话 是直接写的啥呀 直接写的ermin 但是实际上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ermin it啥呀 是不是it我这个it黑马 这个域名呀 所以说我这里要去做一个拼接 那在这里的话 去处理一下这个user任务 这个user任务的话 就等于我这个而得命 等于我这个user任务 去拼接上这样的一个 it符号 加上我这个login iqt里面的一个series name 好 这样的话 它就 最开始我在输入框里面停的是这样的ermin 这样子拼接之后的话 它就变成了他了吧 对吧 好 看一下这里有啥 好 这个是一个funder对吧 我们把它改成了funder 你还不可以在这里改它 那我就只能搞一个临时的病量出来了 看一下它 好 这里的话就把它给搞成一个临时的病量吧 相当于是一个ercut accunt 对应的话是把这块给拿过来就可以了 好 这块就干掉了 好 对应把这个ercut保存起来就可以了 一样 这个的话就是保存我当情的一个登录的一个账户 好 我在这边就可以用了吧 消息从哪里来 从我当情的用户 登录的用户里面来 好 message 你对应的你要发到哪里去 这个tool tool的话是怎样 那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了吗 来看一下我的tool是怎样 那也就是我这个创进的时候 有一个clink的一个account吧 发给他对吧 对应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消息还有啥呀 消息的内容是啥吧 发给他 消息的内容是啥呢 消息的内容就是我这个输入框里面的body吧 好 也就是我 输入框里面的内容 对应还有啥呢 message 你还可以写掉 消息的内容是啥 对吧 因为消息它有很多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它对应有很多type 对吧 type里面的话 有聊天 有error 有啥 显然我们这里的话 类型就是我们的聊天 写下 内容就是聊天 也就是我们的chart 对吧 好 看一下还有啥 他还可以设置语言 还有这个话题 这些就不用了 对吧 好 这里他有个 可以设置一个属性 就是说你除了设置一些额外信息 对吧 比如说这里给他一个key 还有这里有一个value 这些是设置一些额外信息 虽然我们这里用不到 但是还是给大家说一下 除了发出这个内容之外 你看 这里就是我们真真真正的聊天内容 你还可以告诉他一些额外信息 额外属性 其实就是额外的信息 好 这里我们用不到 好 所以说我自己给大家写了一个key官员 好 这个聊天信息就设置这么多就可以了 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发送了 发送的时候 显然他会提示我们要好异常 而且说了这一块操作 我们应该是把它放到哪里来呀 比如说这一块操作 是不是应该翻到紫性城里面去呀 那就是 32的youtube run一个信城里面来 传一个runable 对下 好 这一块操作全部是翻到紫性城里面来操作 好 OK一下 好 对应的话我们进行一下 try开启 try开启一下它 好 对应的话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body把它改成这个funnel 好 这样就o了 好 我们点这里的话 就可以去发送一个消息了 对吧 来看一下 我们的消息能不能发送成功 好 对应 点击 点击下 看一下 好 我们应用 对应去登录下 当其是2的min 对吧 好 我有这么多的一些好友 我在这边 去切换一下 登出 我吧 登录一下黑马1 好 登出了 我来切换成我的黑马1 好 这时候我去登录一下 好 这边是2的min 这边是黑马1 好 我来看一下 我能不能找我这个黑马1 聊个天 嗨 这个 黑马1 对吧 这个时候点击这个发送 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啥呀 嗨 黑马1 说明它 是不是能把这个消息发送过去呀 你看 我们这里发送完一个消息之后 要做的操作 是不是应该把它给干嘛呀 清空一下对吧 这个是有外的一个操作 好 就是发送完了之后 那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清空 第四步 清空输入宽 清空 输入宽 好 对应我们现在是在 直信层 对应的话 我们就只能 32的utu.run 因这个UI 信呈 对应的话 你要去清空的话 那就是 met的一个 body 3.c的这个test 点击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发送完了之后 还可以清空 好 这么一个情况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吧 好 登录一下 黑马一 这个时候 给它发一个AA吧 发送 你看这边是收到AA了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什么 消息的发送 但是对应的消息接收 我们做了没有 还没有做完 对吧 好 先停一下 这个消息的发送 我们就完成了